今天介绍的是敲碗已久的炸鱼与薯条Fish and Chips 这个是所谓的英国周五的国民美食 所以我们的员工餐厅自然也不例外 就会供应这份炸鱼与薯条 今天供应的鱼是Hot Duck 就是黑线鱼 配上这种粗的薯条 另外搭配的是青豆或是青豆泥而选1 那老派的季主当然是选青豆泥咯 那这边就是自助的餐具和酱料区 有非常英式的棕色酱 番茄酱和美乃滋可以做选择 然后在点的炸鱼薯条里面呢 其实就有白色的塔塔酱了 OK 季主选了一个接紧第一排的位置 来享用午餐了 那首先登登登登登场的是 季主的冷知识学堂 那大家知道炸鱼与薯条的起源吗 就让刘姥姥姥 刘老师告诉大家 在英国的炸鱼的起源 其实是在16世纪初 由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裔移民 因为思念家乡的食物 将鱼裹上面粉下去炸 那至于英国所开的第一家炸鱼与薯条店 据今已不可考 但是呢 在伦敦根据记录 在1860年的时候呢 有一名来自东欧的移民 犹太裔移民 Joseph Malin 他是在伦敦的东区 开了第一家的炸鱼与薯条店 那至于在伦敦开业最早 然后到现在都还有营业的炸鱼与薯条餐厅呢 则是由一家在伦敦科分园 Kofengarden 在1871年开幕 一家叫做Rock and Soul Plyce的餐厅 这也是每次要是有亲戚朋友 从外地来到伦敦的时候呢 记住就会带他们来品尝的 Vision Chips的餐厅 好 让我们再回到食物本身 炸鱼的部分呢 有两种面衣 一种就是Buttered 它是面粉或水 然后另外一种呢是Breaded 它是沾面包屑下去炸的 那至于搭配的薯条 就是你看到的这种chips 它是粗的薯条 你平常呢 有时候会在麦当劳吃的那种细细长长的 在英国它叫做Fries 或是French Fries 而比较老派的吃法呢 在英国人呢 他们会在配薯条的时候呢 撒盐和麦芽醋 之前就说过 记住这次点的是Mash Pea 豌豆泥 这也是非常经典的炸鱼薯条的配菜 影片的最后 就让大家来听听看 切开炸鱼外皮酥脆的声音 OK 记住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下期再见 我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这次点准备 我下期再见 就这样 我下期再见 你再去